民数记第三十四章 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通到哈萨亚达 接连到亚门 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 直通到海为止 西边要以大海为界 这就是你们的西界 北界要从大海起 画到荷尔山 从荷尔山画到哈马口 通到西达达 又通到西斐伦 直到哈萨以南 这要做你们的北界 你们要从哈萨以南 画到士藩为东界 这界要从士藩 下到亚岩东边的利比拉 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 这界要下到约旦河 通到沿海为止 这四围的边界以内 要做你们的地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 这地就是耶和华 吩咐年旧给九个半支派 承受为业的 因为流遍支派和迦德支派 按着宗族受了产业 马拿西半个支派 也受了产业 这两个半支派 已经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 受了产业 耶和华小裕摩西说 要给你们分地 为业之人的名字 是祭司以利亚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又要从每支派中 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 这些人的名字 犹大之派 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西缅之派 有雅米呼的儿子 士姆利 辩雅敏之派 有基斯伦的儿子 以利达 但之派 有一个首领 约利的儿子 布基 约瑟的子孙 马拿西之派 有一个首领 以弗的儿子 汉涅 以法连之派 有一个首领 石伏丹的儿子 基姆利 西布伦之派 有一个首领 帕纳的儿子 以利撒藩 以萨迦之派 有一个首领 阿萨的儿子 帕铁 亚舍之派 有一个首领 士罗米的儿子 亚西乎 拿弗塔利之派 有一个首领 雅米呼的儿子 比大黑 这些人 就是耶和华所吩咐 在迦南地 把产业 分给以色列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